梦幻实用小技巧之腐蚀篇学会能省很多钱 腐蚀作为日常消耗的物品是除了点卡外 消耗银两最大项之一 恰好有粉丝问 衣服比其他部位更费腐蚀耐久吗 那今天就从他开始说起吧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首先门派特色会影响腐蚀耐久度消耗 乳大糖的特色是消耗装备耐久度为1 2分之1 施驼岭的特色消耗武器耐久度为70% 同时经脉技能内也有武器耐久度消耗降低的加成 这个不会影响腐蚀的耐久 如武装经脉锤炼 地府经脉百炼等等 若装备携带特效永不磨损坚固 也不会影响腐蚀耐久的消耗 但腐蚀镶嵌的位置对耐久有很大的影响 腐蚀在武器上物理攻击每8下掉1.9度 使法每20下掉1.9度 在防具上的腐蚀每被物理攻击10下掉1.9度 要相信腐蚀优先选择防具哦 你肯定还会问 横扫千军一次攻击三次算几下呢 以你对官方的了解那必然算三下 其实大唐不是最惨的 尸驼才是真的难 继续说购买腐蚀 需要一级腐蚀的话可以去宝石商人处购买 每10分钟刷新一次 而且每次刷新都降低1万块 至少比黑商便宜3-5万左右 而且一级腐蚀只有红色和黄色两种 有50%的几率可以获得想要的颜色 有玩家觉得 我合成一块三级腐蚀成本都要摆摊的黑商柜 其实大家都对腐蚀合成有误解 合成两级腐蚀需要三块一级腐蚀 合成失败会消失一块腐蚀 合成三级腐蚀同样也需要两至三块两级腐蚀加一个腐蚀卷轴 但合成失败消失的只有卷轴 腐蚀并不消失 其实技巧就在规则里 你看出来了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